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杨子平上热搜,理线公开发表与杨子合照宣告主权网友,问过大嫂了。 肖战凭借出演影视剧《陈情令》迅速爆红,一月成为娱乐圈当红男艺人, 之前肖战一直处于不温不热的状态,自从爆火之后,再加上演技得到了观众们的肯定, 日后的作品资源和出演的机会会更多。 据悉,2022年肖战和杨子首次合作的影视剧《余生请多指教》马上就要播出了, 两人也因此上了热搜,不过巧的是,最近几乎多条热搜都是关乎杨子和肖战的。 比如两人首次合作的影视剧《余生请多指教》, 因为之前两人就曾分别出演过热播剧,分别是《陈情令》和《亲爱的热爱的》, 差不多同期上映,引起的热度都不小,如今两人居然合作了, 不免让人期待这部作品,因此还上了热搜。 近日,在某颁奖典礼的现场,杨子和肖战紧挨着坐, 两人虽然坐在一起,但是没有过多的交流,期间只是简单的寒暄几句, 但依旧被网友们放大,引起了网友两极化的争论,由此又上了热搜。 肖战和杨子频繁上热搜,另一边的李献终于出击了,直接在微博上公开两人的合照, 照片中,杨子和李献靠得很近,面对镜头两人也是格外的放松, 脸上的表情既可爱又非常的有趣,不得不说两人私下里的关系确实非常不错, 但李献还是被杨子嫌弃拍照首饰一模一样,李献和杨子在拍照时, 都是一样的剪刀手姿势,但对比与陈丽农的合照, 这剪刀手姿势简直就是复制粘贴。 对于李献这次主动出击,让网友们不免遐想万分,难道这就是宣告主权了? 杨子混迹娱乐圈多年,为何那么招人喜欢,是因为经历过大起大落吗? 为什么杨子总是会被男搭档所宠爱,让不少女粉丝疯狂羡慕? 杨子和景百然在一起参加发布会时,景百然主动让出C位, 景百然也是站在一旁认真的看着他,简直是目不斜视, 这举动岂不是满满的宠溺感? 众多粉丝表示自己的CPU科到了,杨子和李献一起参加颁奖典礼活动, 李献下意识地想要帮助杨子整理裙摆, 但是杨子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一个转身拒绝了李献,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嫌,可以看出杨子还是很注重分寸的。 杨子和张艺山一起上台时,有不少人感叹,杨子这是带了个小跟班吧? 因为从小就做搭档的,同时在电视剧中饰演姐弟,杨子上台可是把张艺山给忙坏了, 一路上提着裙摆很细心地跟在杨子身后, 不知道或者不认识张艺山的,还以为这是个保镖。 两人去参加活动时,更像是两个小学生,全程都在斗嘴和打闹, 这友情也是让人羡慕。 杨子和李一峰几人去参加发布会时, 李一峰更是直接下台,扶着杨子上台尽显身世风范。 作为余生夫妇的杨子和肖战,当两人一起去参加颁奖仪式时, 肖战更是化身身世男,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 全程细心帮助杨子提群摆。 杨子则是回眸一笑,显示出两人默契十足, 网友表示又磕到了,余生夫妇真的是很好磕呀。 然而即便和杨子合作的搭档那么多, 杨子时至今日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爱情。 杨子曾经说过自己想要在35岁之前结婚, 但是如今的他已经30岁了,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爱情。 30岁的杨子将娱乐圈一半的男神都处成了兄弟, 粉丝们也都劝杨子要矜持一点, 淑女一点要不然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 怕是会将所有爱情都吓走。 可是杨子那是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完全不考虑改变自我, 不容置疑的是,杨子的颜值可谓是娱乐圈中上流, 再加上那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 谁见了想必都会心动。 可是杨子这风风火火的风格, 几乎将所有原本可能的爱情全部转化为了兄弟情。 杨子每一次说到自己, 都会自嘲一句我把他们当异性, 他们拿我当大哥。 此前有记者问李线会不会对杨子心动, 李线却回答道可见杨子和李线之间就是同性有异。 但是杨子和肖战却大不相同, 导演都透露两人在片场就很甜, 因为害怕粉丝太过于狂热, 连余生的花絮都不敢放出。 在片场中肖战的眼神就一直没有离开杨子, 生怕杨子和其他男生走得太近, 余生中的顾位本身就是一个醋坛子。 而现实生活中的肖战也不例外, 在看到杨子和其他男生聊得正欢, 肖战就直接将杨子拉过来, 当时杨子眼睛都睁大了, 显然是有点被吓到了。 不过杨子为了哄好肖战也不得不撒娇, 网友纷纷传闻杨子的白马王子终于来了, 那么你希望杨子和肖战吗? 当年家有儿女大伙时, 不少大佬都盯上了这块肉, 因此在拍摄家有儿女三时, 不少关系户疯狂塞人, 本来杨子已经抵达拍摄现场, 却被导演赶了回去。 直言下雪这个角色投资方的女儿耀眼, 没有背景的杨子无奈返回,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杨子和剧力传媒新生间隙。 不过任谁都没想到, 杨子的缺席使得电视剧收视率急剧下降, 这也说明年幼的杨子就有自己的亮点, 希望杨子未来更加丰富多彩, 也希望他能早日找到真爱。 肖战和杨子是真的吗? 杨子的这个眼神, 透露玄机。 通常年轻的男女明星之间是非常避嫌的, 都很害怕被拍到一些东西传出绯闻, 但是最近有不少人在问杨子和肖战两个人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们的互动实在是太暧昧了, 处处透露出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如果说他们两个是真情侣的话, 也不过分。 其实他们两个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想法, 主要还是因为互动实在是太暧昧了, 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非常的投入, 尤其是肖战在那里搞怪的时候, 杨子就在旁边不停地看着他, 脸上的表情相当甜蜜, 这就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在一起的话, 倒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毕竟两个人都已经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 一起合作也很愉快, 在外形上也是比较搭配的, 再加上杨子对待肖战的态度, 跟对待其他人完全不同, 二者就有很大的可能。 不过肖战的绯闻实在是太多了, 人们也很难确定他到底是跟谁在一起, 比如他还跟李沁有过绯闻。 作为一个二线明星, 他在绯闻方面的确是挺努力的, 跟每一个拍戏的女演员都会传出一些花边新闻, 就让人对这个男演员的品行产生了一些误解。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